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這個 其實韓國有點像是亞洲的立陶宛 日本比較像是韓國 日本知道他在幹嘛 韓國真的就是一頭熱 那你後果你根本撐不住 對 那日本是知道後果 對 可是日本是 因為他覺得他跟中俄是很難有 和解的空間 就乾脆豁出去了 就豁出去了 因為他 因為他知道他是美國在亞洲最大的核心利益 對 對沒錯 那韓國坦白說你未來 你要處理朝鮮問題還要中俄的協助 是 對不對 然後你經濟 那麼多跟中國有關係 而且你跟俄羅斯在 北韓就直接跟你接著 要知道事件實在太容易了 而且 尹錫越你不要忘了 你在國會只有107席 對 人家岸田文雄在國會是多數黨 而且超過三分之二 你這樣民調六成啊 對啊 我知道 尹錫越是剛選上 而且他才贏0.8% 對 所以我覺得他是不是頭腦發燒 你總統選舉只贏0.8% 然後國會裡面只有107席 你只有三分之一的席次 我跟你講他這個 然後現在不是立刻就跟日本和解嗎 那個衛安婦啦 還有強制勞動那個都不追究 獨島有沒有 軍艦島有沒有 我跟你講他這樣一瞬間做了那麼多事 他不知道這個的反彈力道會有多大 我覺得對日本的這個和解 反彈力道會非常大 這個一定的啦 在民間 然後把北約 你不要以為北約那種動作 中國不會有反應 中國一定反應的 那 我覺得他現在還不知道啦 這個就是 所以就是總檢察長 當選總統後果就是這樣 沒有政治歷練 他對國際關係真的是完全沒有經驗 對 我有點不知道韓國都在幹嘛 日本 而且韓國你要知道韓國 所處的位置就是亞洲地緣政治 最敏感的地方 是 你周邊都是大國 對 對不對 你周邊都是大國 其實日本也是啊 就中俄朝鮮 對 可是日本至少還隔個海嘛 對啦 你還跟他接著 對啊 對啊 而且 你上面也有美軍基地 對 事實上你是美國 日本 中國 俄羅斯 你都要去打點的一個國家嘛 對 沒錯 所以 所以韓國人就是這個 偷用一架借大使告訴我的 叫什麼 苦大仇生 苦大仇生 對 我覺得他那個 民族的命運就是苦大仇生 他 我看他的悲情歷史比台灣還慘 是 是 我看到太多韓國電影 對 所以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說 照理講韓國的政治領袖應該是 很了解這個地緣政治的敏感性 你看過去也不會 人家都知道有哪些是核心問題要處理 對不對 所以會出現淨大宗嘛 謝永山啊 盧魯炫啊 文在寅啊等等 即使是蒲警惠 他也不會去得罪中國 對 跟俄羅斯啊 結果尹錫悦你一當選 就頭腦發燒啊 跑去北約啊 北約你是同時得罪中俄耶 對 連朝鮮都得罪啦 不 朝鮮我可以理解啦 反正你是右翼嘛 可是你何必同時得罪中俄 對啊 到底在幹嘛啊 他根本就不應該去 真的想不通耶 到底在幹嘛 日本去我還可以理解他在想什麼 因為他可能想要成為正常國家嘛 那想說就禍了 那我要趕快跟北約結盟嘛 不然中俄我擋不住嘛 那中俄他也覺得他沒有辦法打交道 對 我說政治上 那坦白講 岸田文雄也是搞 搞壞了他跟俄羅斯的關係 是啊 是啊 因為他有一些動作真的做過頭 哇他們日俄關係應該是 二戰以後最差 現在 二點安田文雄被俄羅斯列為 永久黑名單 你知道嗎 對不准入境 對對對 跟我們游席坤院長迪美 你知道嗎 還有蘇貞昌啊 對 那你才剛當選日本首相就被俄羅斯列為永久黑名單 請問以後可不可以訪問俄羅斯啊 這個會不會取消啊 這怎麼取消的可能啊 還是就是列進去你就永久 這個實在太詭異了啦 而且你才剛當選 對啊 就跟俄羅斯搞到永久黑名單 嗯 我就不知道這個 這個你怎麼訪問俄羅斯 嗯 就是 你再怎麼樣 你不喜歡俄羅斯的意識形態 你也可以打擦邊球啊 是啊 是啊 對不對 我就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走那麼絕 可是這次這兩個國家真的都走絕了 走到很偏風去了 對 對 我覺得日本是因為恐懼啦 嗯 那韓國人 韓國人就不知道他衝生小朋友啊 這個隱形業我真的難以理解他的策略是什麼 我 我可以理解到日本人的恐懼 對 因為 俄羅斯的劍三不五十來繞 對 那他就看到了 嗯 會怕 然後中俄 戰略轟炸機也來飛一飛 嗯 軍界也聯合對不對 嗯 然後衝過清津海峽 清津海峽嗎 只有山海里 對啊 對啊 而且那個還不是 日本的內海 美國還說那個是國際海盜 根本就在你 眼前通過 你根本在你家門口好不好 在你眼前通過 對啊 所以日本人我覺得感到恐懼是可以理解 嗯 然後 俄羅斯又推翻了你那個捕魚協定 對 那北方四島又不承認 對 所以 他會怕啦 可是這些坦白講 岸田文雄是有責任的 那可是隱形業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你要達成什麼目的啊 不知道 因為你去參加北約 你等於是把俄羅斯當作假想敵 當然啊 中國也是假想敵啊 你如果把中國威脅納入 北約的峰會的宣言 那就是把中國也當作假想敵 是啊 是啊 這個是美國跟部分歐洲國家的目的 可是是你的目的嗎 其實我完全理解亮哥講的 就是說 對日本來說 反正我跟你擺你就不好 我現在又怕你 那我就豁出去跟你拚了 對 可是你韓國從來都不是啊 對啊 你到底在幹嘛 他就是走絕啦 對啊 奇怪 我也不懂 而且歷來總統都沒有人幹到這個程度 對 這是真的 我來提供一個假設好不好 因為我很喜歡有這種沒有答案的問題 我也想過這個問題 我在想 就我所認識的韓國人來講 他們很自大 很希望自己很國際觀很好 然後呢 他們想要參與國際組織的心情 好到簡直是沒有辦法掩飾自己的愚蠢 所以因為想到北約邀請 因為我們這邊的蔡依依還想說都沒有邀請我 那就是說大家就是因為想要變成國際化 想瘋了 他完全不知道 因為韓國民眾就是告訴他 而且這個抗議的範圍會 伴隨這次會議的結束而逐漸擴大 因為這個一次就像竹子過了河一樣 就是中國跟俄國開完經商會以後 就認定日韓是他們的敵人 那個日本本身 俄國為什麼這個反應要這麼強烈 就是因為要給日本痛痛的感覺 讓他發覺這一切事情是沒有挽回的可能 那所以岸田文雄做的事情的話 就是他講的這種所做的事情 他只有摸摸鼻子到現在不敢反抗 日本人本來到北方四島是不用簽證的 現在變成永遠拿不回來那還得了 你說日本人對於北方四島的感覺是非常強烈的 當然 對啊你也了解這事情 那做這個事情 這個搬石頭打了自己腳 還打了好幾次就不曉得 就是亮哥說就不曉得你們不知道 就超級台語你知道嗎 就不知道衝三小朋友啊 對啊 就不曉得你們的目的是什麼 你們到底想幹嘛 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